游戏怪谈之幽灵车 我是专家 圣安迪列斯中流传最广的 那就是幽灵车的传说 不可否认的是 幽灵车确实存在 在千年山外南部荒野的森林中 经常可以遇到一辆老爷车 而这辆老爷车长相破败 好像报废了一般 静静地躺在森林里 你可以坐上这车 甚至发动它 而奇怪之处在于 这些破破烂烂的汽车 就算是进入了修理厂 依旧无法修复 即使是使用了秘籍 也无济于事 除此之外 被称为幽灵车的原因就是 这些车竟然会自己动 如果你在森林中多逛逛 就会发现一些破旧的老爷车 在自己移动着 车内却没有驾驶员 这些车出现在 这森林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车主人又是谁呢 随着这个传说流传的越来越广 更有人说 在深夜来到森林 会看到亮着车灯 横冲直撞的幽灵车 于是 这片森林就成了许多人 在游戏中 不再敢去探索的地方 幽灯 的